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要报高纲的一箭之仇了 你不是虾人猪心吗 我来了 这个手要怎么说 她正远了 我就在你的面前把你的队友打倒 我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 吓人猪心 这么一说 哇 这颗燃烧平真准啊 我就在你防守的地方一颗火 把你逼出来 然后出枪把你收掉 我告诉你什么才是 真正的吓人助手 好 看一下北斋这边 血量是非常的残 但是华世有点可惜 有打到 换子弹的一瞬之间 明皇抓到一个timing 拉出来 那现在进点的压力 给到了广州TC 一个手来扔出去 炸了半血 但是对方要打一个 二个人的鞋头 这里王远也没有顶住 一瞬之间 广州TC进点的进攻 已经被微博瓦解 前面就是听派的另外三人 在阳雾里就看到了 锁鼓站的方向 似乎有点问题 在阳雾里有一点 迷失自己的视野 是的 刚刚锁鼓的样子 看起来是在喝饮料 再来看这边两个人 想要过去清理要弱败 野猫打头阵 两人的对枪成功放倒 也是差了一点 野猫看到纯洁的位置 并补掉后点上 还有一个人先行 打下一个 再跟波波近点一个对峙 六改三的位置 拉枪没有那么的方便 UMP牵一个镜 配合上机关握把 波波一个大盘机 状况不是很好 最终一波腰射之下 野猫一拳二 还在后点顽强的点枪 但是没有办法 人员实在太少了 来了 宾宾先打一个 第二个补上枪线 没有问题 现在只剩下 安慰同学视频的一个人 四打一 现在只能靠他自己了 还是一把 精妙的AK 对方直接穿烟 已经穿残 现在POW波被 被靠蓝圈 必须往前走 最后 还是要恭喜北京微博 已经被小姐直接补掉 我被摘两枪头非常准 哇 再一次关键的 要进攻了吗 这给微博提供了一个新的突破口 后点有show time的满面 或许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抢打 就是现在了 绕到一个后身位 先从山智的被迫 他知道这里没有了山智的庇护 后点的宇扬也不好驾到 这个时候就留给微博的段后卫野猫 来看看他能否将这个局势搬回来 给队友正面 创造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不过show time这个时候还没有选择 最迅速的集结 而宇扬这个时候 正面1v2 对于STE来说 也是最后的独瞄 野猫先扫倒了异序 而且他还能将这个分数补掉 微博成为了新的一只 99分 100分也拿到了 100分了 两只突破百分的队伍 STE独狼也是99分 江苏RNG也是96分 现在分差有5分来到了4分之内 但是人员编制 依然是微博最优 再看这边 等一下摇起来了 宇扬放到两个 宇扬的一个一创二 但是北战最终结束了宇扬 这一波战斗让微博 微博Gaming和ST两败俱伤 微博Gaming太顽强了 北京微博Gaming 106分的成绩 拿下我们第二周的州冠军 蝉联州冠的实力 我们有目共睹 恭喜微博这一支 曾经称霸于亚洲 问鼎亚洲的战队 又一次的为自己 获得了一个新的荣誉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